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祥太 今天却静悄悄的 一个房工也看不到 倒是有不少神色凶悍 气息匀秤的人在巷子里到处巡逻 回院里立着成列的竹竿和染缸 有柿子树漫过墙 上头发红的柿子还没摘 饱满的果皮上结满水珠 一只手粗暴的抓下柿子 树枝发出咔嚓一声 速速抖动 空气中没来由的灼热了几分 坐在藤椅上的陈天放 漠然的睁眼 他只穿一身宽松的请衣 正小憨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的神色渴不起来 门只有一声被推开 陈天放兽机式的回首 身子也立直了 柯诺然走进来 见到陈天放的神色 脚步不由的一致 怎么了 岳正 陈天放紧紧绷着一张脸 森染的盯着柯诺然 好半天 两边挂上去的脸肉 才一点一点的垂下来 他闭上眼 慵懒的说道 春儿和阿韩呢 在前堂候着呢 陈天放发出短促的冷笑 两个废物 平常作为作福 可没看出他们怕呀 怎么活人不怕 却怕死人吗 柯诺然走到陈天放身后 轻轻地按压他干枯的肩膀 他沉声道 您老消消气 我来就好 幸亏有你 陈天放貌似欣慰地拍了拍柯诺然的手背 本爹 还差一个 要不再等几个月 哎 不急了 我不能再再等了这几个月上 放吧 两人眼前是一大片的染槽 被陶土分成一格一格 格子里的染料五颜六色 散发出浓郁的味道 柯诺然一言 放干了染料 水位降低 格子深处却逐渐露出了什么东西来 那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赤裸孩童 身上贴满黑色的符纸 这里头有男有女 都环抱双膝 沉睡过去似的 整个场面顿时邪意恐怖起来 身上里 扎小刀稀稀缩缩地吞吃着柿子 迎面一个刀疤脸的壮汉走了过来 兄太 哪里来的 这里是私铲 刀疤脸的手才碰到扎小刀的肩膀 他整只胳膊便化作火焰 刀疤脸目露惊恐 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声 一抹刀光和血液同时蹦进而出 人头掉在地上 扎小刀左手拿着柿子 右手持稳单刀 讨着血 迈步穿过巷子 一共九十八个 都是子师到武师之间出生 鼠蛇或者鼠龙的 柯诺然指着陶土格子里 满坑满谷的孩童 两人说话间的功夫 其中一个漂亮女孩的皮肤暴露在空气中时间太长 开始褶皱 干枯 莫的 她的脸蛋破开一个血洞 有黑乎乎的东西探了出来 不多时 一整只大黑蛇便迫尸而出 然后 是第二只 第三只 陈天放的咳嗽剧烈起来 柯诺然给陈天放拍着后背 两人都面色如常 这些被拐来的孩子 黑话叫做监局 要是从牙婆子手里买来的 叫开着口的 拍花子偷的 抢来的 叫挡着口的 这些年 柯诺然无所不用其极 在各府县抢来买来的孩子数以千计 若是八字盒用得上的 便灌了 祸着怪蛇幼崽的水银 泡在染料里 用不上的 要么被柯诺然用来修炼其他惨无人道的邪术 要么干脆和每月供奉的金银一起投海 为了猪婆龙和知其莲 把尸体放到宝祥泰里 是因为染料的味道重 不容易露出马脚 随着一只只黑色大蛇破开尸体 整个染窖里填满了碎尸块 还有一条条扭动的大蛇 一只大蛇昂起身子 张开恐怖的大嘴 把另一只稍小一点的黑蛇吞进肚子 这些蛇没有牙齿 几咕几咕的吞咽声不绝于耳 扎小刀越走越快 狂风卷起他的头发 尖锐的钟声响起来 扎小刀驻足了一小会儿 眼前的码头墙和瓦炎密密麻麻的 好像迷宫 他丢开柿子盒 提着鼻子 轻轻绣着什么 然后认准一个方向 跳上了屋檐 而与此同时 和他一同跳起来的 还有几十个神色阴狠 手里捏着撕破了符纸的蒲状 在陈天放的咳嗽当中 众多大蛇相互吞噬 死伤已经无几 这些怪蛇似乎永远不会吃饱 明明吃了几十倍于自己体重的同类 体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终于 染教里只剩下最后一只黑蛇 它只有一尺来长 通体几乎透明 正在无数尸块间游动着 柯诺然神色激动地走下去 抬手捏起这条小蛇 冲陈天放笑道 阅长大人 和您说的一模一样 陈天放站起来 咱们到前头去说 是 柯诺然重重地点头 满身视线的扎小刀撞破屋檐 不顾刺鼻的怪味 一边啃着所剩无几的柿子 一边冲进了这间偏僻的染料房 屋里空无一人 一旁的藤椅还温热着 扎小刀缓缓挪动目光 盯着不远处堆砌血肉的染草格子 看了一小会儿 那些残破的血肉 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貌 但手脚 头发 这些残留下来的东西 还能够依稀地辨认 扎小刀卖动脚步 走了出去 柯诺然掀开铁锅 把手里不住扭动的怪蛇 扔到锅里 拿锅盖压住 又在上头盖了两块黑砖头 加了四五道的锁链 钱贵匆匆忙忙地跑进来 老爷 柯大爷 有个好手闯进来了 杀了不少兄弟 人还没抓找 陈天放盯着铁锅 那就再派人去抓 还有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不许再进这个房间 听到没有 是 钱贵擦着擦冷汗 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陈天放看着屋子里他的两个儿女 一个孤野 拒绝了陈寒的搀扶 自己一点一点 挪到椅子上坐下 爷 是下这脑魂虫 真的能长生吗 陈春儿 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陈天放看他一眼 突然冷笑一声 这古往今来 有长生的人吗 陈春儿脸色古怪 那 那您 哪怕是夺活百年 十年 一年 也就够了 父亲说的是 陈寒看着铁锅 想起这肉丸的炮制过程 不由地出了一后背的汗 只是低声地硬喝着 少时 陈天放才点头道 差不多了 柯诺然一眼走到铁锅旁 解开锁链 扔掉黑砖 锅里的水剩得不多了 只剩下一条软软握趴的粉色小蛇 一股难以形容的腥味 小柯诺然眼皮一跳 他拿起锅 到了桌子前头 用菜刀去切 却一点也砍不动 柯诺然加了几分力气 刀口却崩了 用香火供奉过的主刀来切 就在排位后头 柯诺然点头 去了刻有 士祖大义 汉帝尘世 有量之灵的排位后面 取了一把主刀出来 再切着蛇肉 刀刃只轻轻碰上 蛇便自己分离成两个肉球 柯诺然又切了两刀 锅里一共四个粉红肉丸 可以了 陈天放叫住了他 一仰手 是吧 陈寒和陈春儿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没动 是啊 陈天放搭拉着眼皮 阿寒 你为什么不吃啊 陈寒咽了口唾沫 这样的仙丹妙药 儿子不敢先爹一步享用的 不是仙丹妙药 是用几千条人命堆出来的 我叫吃就吃 陈寒不敢说话 也不动筷子 春儿 他不敢吃 你吃 我 我 陈寒抹了厚厚一层胭脂的脸上 全是汗 深一块 浅一块的 也一样不敢动 陈天放又看向柯诺然 柯诺然感受到陈天放的目光 沉默了一小会儿 突然伸手去拿筷子 却被陈春瞎了一下 唉 陈天放叹气 我这是叫你们吃块肉 又不是叫你们去死 干什么这是 说吧 他拿起筷子伸进锅里 缓缓地夹了一块肉球 到柯诺然 柯诺然 你吃 柯诺然 一语不发 刚要拿起来 陈春又忍不住说话了 他就是仙丹 一定有个伎俩 我们要是吃了伎俩不够 不是坏了您的大事吗 不会 我与你们一同长生 陈天放说道 陈春儿脸色闪烁 靶心一横 爹 你也说了 这天底下从来就没有能够长生的皇帝 那些个皇帝吃丹药 也没见得长寿 还有得吃死来 陈天放盯着他 语气放尘 天底下哪一条史书写着 有吃丹药死的皇帝啊 只是民间穿凿附会罢了 陈寒静壮 也咳嗽了两声 才道 话也不是这么说 回尘路记载 宋徽宗召集 赐紫禁丹药给王顶官 试服之后 那王顶官是口吐黑烟而死啊 你的意思是 我拿你们试药 陈寒连连白首 爹 儿子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您 您 诶 陈春瞧见陈寒这副模样 忍不住在桌子底下踹了他一脚 轻了轻嗓子 说道 爹 当女儿就直说了 你要我们吃这肉 没问题 可有件事 您得先告诉我们 你问 陈天放低着头 我大哥二哥四弟弟 他们是怎么死的 陈天放文言抬头 双眼怒张 阴沉沉的可怕眼神 吓了陈春一个哆嗦 赫诺然二话不说 一巴掌打在了陈春的脸上 直接把他扇倒在地上 他嘴里恶狠狠地骂道 你这孽障 原来你们就是这么想我的呀 陈天放哀叹一声 又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嘴角溢出几道血丝 爹 您 陈寒连帮去搀扶 却被陈天放一把甩开 别碰我 别碰我 陈天放连连摇头 几欲昏死 岳长 这孽障不懂事 您宽心 说吧 柯诺然拿起碗里的肉丸 倒进嘴里 脚也不脚 吞紧肚子 陈天放依旧衰弱地趴在桌子上 似乎动弹也难 只是口中嘻喃 这是贤族旧将王的方子 只能是陈氏 还有和陈氏时代联姻的柯氏 吃了菜管用 据说 先祖服了一块脑昏虫的肉 变作颇阳湖的龙军与朱家作战 他还是功败垂成 我少使知道是怪诞 直到几十年前 我发觉自己有了异于常人的神通 才知道先祖所言不假 他看着眼前的子孙儿女 如今朝廷的刀已经架在我们陈氏两家的脖子上了 你以为我贪图那几年好活吗 我是怕我死了 浙江的那些官把你们吃得连骨头都不剩啊 他吃着锅里的肉丸 我要是所料不错 陈总的故事 有真 也有假 这脑昏虫的肉就算不能让吃的人延年益手 但是化身龙军这条 应当是颇阳湖里本来就有的一位龙军 先祖吃了脑昏虫 用血脉神通占据了他的身子 才有了传说中的事 陈寒听了 但我愁一口凉气 忍不住问道 可咱们 他神色一动 爹 你说的是知其连 陈天放神色依旧萎缩 妖终究是妖 不可信的 那心里的不能倡住浙江 天使道催他上路的旨意已经在路上 他不是大患 将保全家富贵 还是自知其连的身上 我想着服了脑昏虫 便去试着斗一斗志其连 站了他的身子 调遣诸破龙王 陈寒两家放那高枕无忧 没想到你们把自己的爹 想得如此毒辣 我几个儿子全死在讨伐志其连的路上 我不恨他 何必想这么个法子逗倒他呢 正说着 门外的钱柜疯狂敲门 外头升起几丈高的火苗 钱柜的声音变形 老爷老爷 来的是个火妖 我们顶不住了 您快带着两位大爷和小姐 从后门逃命吧 柯诺然 隔门回应 这火妖何等刀横 我的人也挡不住 不知道 这是他三两刀 便杀光了柯大爷 您的魂天伏兵啊 柯诺然 号称魂天蛟龙 十几年来 陈天放搜罗各道服术 甚至买通龙虎山的造诣 把所有精药都给了柯诺然 陈柯两家手里都有福仆 其中 以柯诺然手里的混天伏兵 最为强横 只是听钱柜的意思 并不是那人的对手 我去 柯诺然眼珠有些泛红 转身就要出门 且慢 陈天放叫出了柯诺然 你感觉怎么样啊 柯诺然 攥了攥拳头 有些烫心 其他好得很 还是不要去了 我们赞比锋芒 陈天放有些担心的 看着柯诺然 请官府和龙虎造诣来处理吧 他们现在舍不得我们死 若是平时 柯诺然只怕便答应了 只是此刻 这位混天蛟龙只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 他大笑一声 哈哈哈哈 乐章大人稍等片刻 我摘了那妖怪头颅 就来见您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